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本身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 有去参加所谓的世界旅游医学会的一个认证的考试 所以大概台湾有去参加这个认证的人数是蛮少的 那刚好就是我有通过这个认证 那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台大医院有做旅游医学看诊的一个工作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还是以实力为主 我知道各位刚饭完假回来 看到这样子的那个又要出去旅游 其实你应该是觉得要上学心里还蛮难过的 不过没关系 我想大家就是在计划以后的旅程的时候 请记得我们今天上课跟大家介绍的一些东西 那有需要的话 其实真的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旅游医学门诊 来做进一步的咨询 所以今天大家会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今晚一路传染病的状况 以及我们目前台湾旅游业的一个情形 那再来会跟大家介绍 跟这个旅游传染病相关防治的一些食物 那这个恐怕可能是你在其他地方 大概是没有办法听到的 那最后是跟旅游一些相关的 这个新鲜评估的一些简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张图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 交通部的观光局的网页上的资料 现在政府其实都有很多data 是放在网页上面 可以让大家去这个下载来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2005年到2014年 这个外国人来台湾旅游的人次 以及就是本国人出国旅游的人次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说 其实不管是别人来我们这边 或是我们出去别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趋势都是一直在成长的 那特别是外国人来台湾的话 大概这些年来 大概数目 人次的数目是增加了三倍 算是增加蛮快的 那国人的旅游大概是增加差不多40%左右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要出去旅行 变成是一个非常常做的一个活动 不管你是为了出国的念书啦 交换学生啊 或者是有人是他去出国做一些商务的活动 那也有人是反 比如我们的这个跟东南亚有很多的 我们的外配 他们也可能带着自己的小孩 回去他原生的国家做探亲的一些动作 其实都算是蛮频繁的 那这一章是跟大家讲 就是台湾虽然旅游的人次是蛮多的 那主要我们的国人喜欢去哪里旅游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你心目中觉得最想去旅游的国家 觉得是对岸的 你最想去对岸举手 有吗 那日本呢 日本有人觉得很想要去日本旅游嘛 你看有人都在点头 韩国呢 韩剧很发达 好像比较少一点 香港呢 好像也还好 那其实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概是先把国人出国旅游的目的地 做一个只是分各大州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在亚洲地区算是我们国人出国旅游的比例算是最高的一个目的地 所以几乎九成以上的国人出国都是去我们附近亚洲的这些国家 那其次才是像美国啦或者是美洲的一些国家 可能是美加为主 那有一些会去欧洲 那至于去非洲的话 这些人就非常非常少 大家其实看不出来 因为太少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去亚洲的话 这个排行榜是什么 那你可以看一下亚洲的国家来讲 以2014年来看的话 我们最常国人最常出去的国家 第一名就是中国大陆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香港 这都是我们陵近的一些区域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旁边的东南亚国家也算蛮多的 就是其实在去这些泰国菲律宾啊 越南其实还是不少 好那这是我们刚刚我们国人出去玩的目的地 那这个外国人来台湾的话 大概这几年的变化是怎么样 那这也是从观众局的资料来看 其实成长最多还是陆克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前南线这条线 所以他们来台湾的这个人次来说的话 事实上因为随着我们两岸之间的交流很密切 所以真的是增加了非常的快 那像是日本啊或者是港澳的话 大概趋势是稍微增加 但是没有非常的明显 所以还是以这个中国大陆来台湾旅游的旅客 算是成长最快速的 那当然就是背后会有一些 我们要担心的一些问题 好 那另外我们其实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法定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法定传染病有哪些病不是很熟也没关系 其实就上那个我们CDC的网页去看一下 这个我大概把它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传染病 就是它其实通报这些疾病之后呢 大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共卫生第一线的同仁啊 都会去问一下这个个案 它相关的旅游史 它可能感染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去区分说 这个肝炎比较像是境外移入 还是说它是在本土发生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最大宗的就是还是跟食物饮水相关的 法定传染病算是最多的 比如说像是阿米巴 那其实像这个感军性利级 还有伤寒都有一定的比例 还有A型肝炎 可能大家也许不见得对这个病都非常舍 不过等一下会再跟大家介绍 那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传染病 其实麻疹来讲算是我们境外移入里头 我们比较担心的 因为它的传染力非常的强 等一下会跟大家再介绍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最近很夯的议题 登革热 这种所谓的Vector-born disease 那经由透过虫媒来传播的这些传染病 那登革热也是我们这个No.1 就是蛮重要的一个境外移入相关的传染病 那其他还有像是驱躬病啊 这算是我们比较新兴的传染病 这几年也是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境外移入的个案进来 那当然还有其他像是H7N9或者是狂犬病 也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跑出来 好 那这些这个境外的移入的传染病 他们来源的国家是哪些 其实这是蛮有趣的 当然我给大家看的是所谓的分子 就是通报进来的在各个疾病的这个分子 不过你可以再想想看 这些分子代表的意义是 因为它竟然是从境外移入到台湾 所以它多多少少也会反映这个疾病啊 在它这个国家里头这个流行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以上是这个不同的国家别 字比较小 不要就是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国家 有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境外移入的传染病 特别像是这个阿米巴啦 或者是感军性利疾还有伤寒 像是印尼就是我们的大宗 它境外移入的这个来源的国家 那其他的话呢 登革热其实就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其实都有 比如说像是印尼啦 越南啦 菲律宾 这些都是属于 像是登革热会进来的这个 境外移入的国家之一 那如果是麻疹的话 红色是中国啦 所以你看到麻疹的话 这个红色的这个比例的区块会比较大 所以它从中国境外移入的麻疹的个案 在境外移入的个案里头 算是比例比较高的 大家这边可能会对一些图表跟数字 会觉得好复杂 不过呢 不许提醒大家说 其实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 现在及时的一些疫情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上我们机关署的网页 那另外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网路上其他的资源 那互动性比较高 你也方便查询的 那你可以上这个所谓的Health Map 这个其实大家在Google打Health Map 就可以找到它 因为它的背景其实就是跟Google合作的 关于所谓的监测资讯的一些 这个统计的图表 你可以从这边找 那你看我们在台湾这边 所以你进去Health Map去找 你可以其实可以看到说 以你的这个location 你可以看到你旁边的这些国家 最近都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旁边这边 它其实会秀出来说 它最近有没有什么当地的疫情 有没有什么群突发的事件 那它不是只有所谓的人类的病例 可能跟这所谓的动物相关的一些疾病 也会有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一个 网页及时查询的东西 好 那到这边的话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的情况 就说其实台湾国人出国 跟外国人来台湾 其实都很 人次是一直在趋势在增加 所以就说其实人会跑 就代表传染病会跑 所以我想过去年大家都知道 SARS这非常有名 这个急性的这个 SARS的这个急性呼叫窘迫的这个疾病 它其实透过当初中国、香港跑到世界各个地方去 包括台湾、越南、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早先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开始正视所谓的境外一路的 这个传染病的一个风险 所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也就机关署开始他注意所谓的这个 跟决战境外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2009年发生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那这是跟印尼的外劳的这个 地外一路的伤寒的事件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这个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我们是有发新闻稿 让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这是2009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说 我们在这个接获这个医院的通报 就是有一个85岁的老先生 他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失智 然后有很多慢性疾病 行动不太方便的一个老人家 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 这个别人来帮忙他照料的 那这个老先生被通报 是一个伤寒的一个个案 也就是说他有临床的症状 加上呢他的这个检体 那被培养出伤寒的这个杆菌 这个细菌出来 所以他被通报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希望说 老先生得到伤寒 伤寒是透过食物饮水 传播的一个疾病 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呢 如果是他一个生活没有办法 自理的一个老人家 一定有其他人传染给他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些 所谓的接触者的检查 来去找有没有可能是哪些人 传染给这个老先生的 那刚好呢就是跟他照料他生活起居的 是一个印尼的外劳 那刚好也被检查出来 他是一个伤寒带菌的 一个无症状的带菌者 所以当然以疾病的先后顺序来看 是很有可能是由这个 外劳传染给他的 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在台湾啊 就是即便你现在发现说 我们如果是高龄化的社会的时候 你大家会想说应该是我们的慢性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疾病负担会增加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 因为需要这个所谓的老人家的照护 我们可能会引进所谓的外劳 来帮忙 这也有可能会造成传染病的一个风险 或者是说如果呢 我们老人家要去住所谓的密集机构 也会有一些风险在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是希望提醒大家 有这样一个状况 那上韩就是Somalella enterotica serotypy 这样一个细菌造成的一个传染 那主要呢 它是受这个污染的食物还有饮水 你吃下去才有可能受到这个感染 那一般来说它的症状的潜伏期 就是说从感染到症状跑出来 我们叫做潜伏期 时间是比较长的 一般来讲是7到21天左右 是比较 不是马上就发生的 那我们平常会看到的症状就是可能是发烧 肝皮肿大 这些情况 那有些人他会跑出疲症 那比较严重的人 他可能会有强盗穿孔出血的症状 这种就有所谓的生命的危险 那其实呢 伤寒有很多人是他可以感染之后 他自己好了 但是他身体里头还是有带菌的 那这个带菌的状况可能会透过 他的粪便来排泄出来 那假设他又帮人家做一些 比如说煮饭啊 处理食物 但他又没有吸收的话 是有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去 传播给下一个人 那这是这个WHO对于伤寒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调查 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伤寒其实分布的区域来讲 以这个发生率来说的话 最高的区域就是我们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印尼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个伤寒endemic的一个country 那其他的国家可能就是大概中等到低度的一个风险 不一定不过在这个区域来说 是伤寒最流行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也是伤寒有一些抗药性 最常看到的一个地方 那在讲伤寒之前 因为我们是有讲到说 它是透过食物饮水的一个传播方式 所以呢 对于传寒病很重要就是 你要知道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那如果这个传托不经营 可以受到所谓的限制 或者是去处理的话 那这个疫情就不会继续走 那我们看食物饮水的传染病 其实它的种类非常多 包括霍乱啊 感菌性利基 阿米保利基 A型肝炎 这些都是所谓的 食物饮水相关的传染病 那大家会觉得说 我去旅游啊 就玩一玩 比如说我去印度玩 就开始这个拉肚子啊 那是不是一定得到上面这些疾病 那必须跟大家讲说 比较常见的是所谓的旅游者腹泻 它倒不一定都是这些可能的病源引起的 它有可能是Tocin 也会引起这样的状况 那旅游者腹泻其实是最强间 大概在20%到50%的旅游者 是有可能比较多是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其他如果是有这些感染的话 可能它的症状会稍微比较厉害一些 那你要预防它的方式就是 大家一定很基本啦 食物其实经过加热 至少超过70度C以上 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为什么我说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有些东西它就算煮熟 可是我保存的方式不当的话 也是有可能细菌会再跑出来嘛 再来就是喝的水 你的水如果是没有经过煮沸的 那当然这样的水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那还有大家其实最常疏漏的是说 我出过去玩啊 好几天没有吃到水果 这时候有人切了一盘的苹果来给你吃 你就会觉得很高兴对不对 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帮你处理这些水果的人 他的手指有没有到底洗干净了呢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会教民众 就是你怎么样避免这些 跟食物饮水相关的传染病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些 那你可以讲 我们其实有个slogan 就pill it boil it cook it or forget it 为什么呢 你就是要把它煮熟自己削皮 这些东西才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要煮沸 如果你已经来不及都吃下去 那就看看你的运气如何啦 会不会拉肚子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大概在教民众的时候 最常跟他们卫教的地方 那回到刚才我们的伤寒 伤寒本身算是一种 Baccine preventable disease 它其实是有疫苗的 那只是说呢 在台湾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行前的一些评估 并不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基本上会想要打所谓的伤寒疫苗的这样的 population并不是很多 那大家知道说如果没有市场 其实这些疫苗有可能就会进不到台湾来 那目前来讲在国外其实伤寒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口服的疫苗 另外一种是用所谓的注射型的疫苗 在国外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在台湾目前是只有这个注射型的疫苗 那这个疫苗本身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它打一针 大概它的这个效益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是可以 大概维持二到三年 所以就说如果你过了四五年 又要再去伤寒 这个比较耗发的一些区域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要再追加疫苗 那基本上它的这个效力大概 打完针之后大概一年半 差不多还有七成左右的保护力 所以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不过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疫苗像最近又是又在缺货了 所以就是这种市场 不是很大的状况的情形 那这个疫苗本身或是药物本身 就有可能它的供应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那在台湾我们刚刚讲 刚刚那个案例是一个印尼的外劳进来 其实在那一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 很多印尼境外移入的一个案子 那回到这个之前我们先想想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 印尼好像商寒本身它就是在我们东南亚的区域 算是一个盛行的国家 那除了这些地方以外 可能我们也会有越南来的 也会有菲律宾来的 那这些国家到底 他们进来我们台湾多少的人数 或是在台湾有多少人数在活动 所以这是我们有去问了一下 就是关于外籍劳工在台湾的一个情况 那你可以看到从2005年到2009年 差不多啦 每年差不多都是三十几万 甚至到四十万 就是在这个range之间的外劳 有进来台湾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分布来讲 其实印尼来的外劳的人数算是最大宗的 因为他们主要来还是跟我们的家庭的照护啦 是比较相关的 那如果是像是泰国的话 可能就会跟我们这个所谓的construction 这些的工作比较多 那越南也是跟家庭照护相关的比较多 所以其实这些各个不同国家来的外劳人数来说 其实印尼来的算是蛮多人的 那我们对于这些来台湾 可能会停留比较长期的这些外籍劳工 有没有什么样对于他们健康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在过去外劳进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所谓的健康检查 过去的健康检查 大概是每六个月会来再做一次 当然他入境之前就会先做了 那后来我们其实有做一些修正 就是说目前外劳在台湾的话 基本上他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他会先做一个 就是来台湾之前的一个检查 那入境的三天内 他也会再做一次健康的检查 之后停留台湾的时间 就是第六个月 十八个月还有三十个月的时候 都还会再做健康检查 再check他的状况 所以这算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健康检查 或是筛检的一个动作 那筛检的项目包括哪些 我们其实对于外劳的部分的话 有包括胸部的X光 那以前我们 我们其实还会有做 HIV跟这个梅毒的一些检查 那不过这些现在已经不是说 我们要不要把它留在台湾的一个 HIV并不是留在台湾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做粪便的一些寄生虫的检查 那还有包括汗生病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检查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外劳的体检的项目里头 那09年那个事情 我们其实就在想说 好可以 进外一路 假设只有一个个案 两个个案 可能不见得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本来我们就有十几万能一年的 这个外籍的老公在台湾 那真的有没有需要公共卫生去做进一步的介入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评估说 这个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群突发的事件发生 所以我们把这个过去 就是从2008年到2009年的6月 这段时间去看这些境外一路的 这个山寒的这些个案 那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从印尼来的话 来到台湾发生境外一路山寒的一个发生率 大概是多少 因为大家知道说 所谓的群突发 一定要有人实地的聚集 对不对 而且也是需要说 你跟过去的 比如说过去几年的所谓的base line去比较 它真的有明显的上升 对不对 我们才会觉得说 这个需要公共卫生做进一步的注意 介入的措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过去这段时间 08年到09年的年初 其实大概发生率印尼外来的 印尼的这个境外一路的这个山寒发生率 其实大概都还算蛮稳定的 可是在09年的四五月之后 这是什么 发生率突然增加了很多 那这大概有超过三倍以上的上升 其实算是蛮有意义的一个增加 所以对于公共卫生来讲 就会觉得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可能必须要进一步去了解 不然他境外一路他伤寒的部分 因为他印尼的这个 我们的老公其实是会帮我们照顾 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家 那老人家其实他比较 他算易感受的族群 如果他受到感染 传染病的这个感染的话 他发生这个比较严重的 这个并发症的情况也会比较多 好 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是针对 09年年初的这些 这个境外一路的这些印尼的这些 湘海的个案 先去问一下这些个案本身有哪些的特征 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发现 因为他们都是来台湾工作 所以年纪都是蛮轻的 都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 那以这个性别来看的话 其实是以女性居多 因为他们主要是来照顾我们的 所谓的家庭照护的部分 那基本上有差不多接近一半的这些个案 他其实是第一次来台湾 就是他之前都没有在台湾 因为有些外老会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回去 然后又再进来 所以其实有快要一半的人是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就被塞出来了 那其实有些人大概从他这个 进来台湾到他有明显的自觉不舒服的症状 大概就是十几天 所以这大概告诉我们以潜伏期来看的话 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在印尼本地就感染了 才发病的 你看大概有超过七成以上是小于三个礼拜的 所以应该是主要还是在这个 他原生的这些国家 可能在那边得到伤寒的感染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就会很好奇 我们印尼的外劳都是从哪边来的 他们在还没来台湾之前都在哪里 其实他们来台湾工作之前 都要先去所谓的这个外劳的训练学校 先接受一些课程跟教育训练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他们是随随便便都就可以来台湾 他们来之前其实是要接受一些训练 他们也需要花一些钱 那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这是在印尼的四水 那这个地方有几个台湾就是他专门就是到台湾来之前的这个外劳训练的学校 那这些点点都是这些感染伤寒的这些印尼的劳工 他本来他在来台湾之前他住的一些地方 就是以四水这边的学校为主 郡珠其实我们有比过 大家看起来其实都是以印尼来的这个郡珠 他们是同源性的比较高的 那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劳学校的一个 训练学校的一个状况 那这是他们在学校受训的情形 你看他可能要学习怎么样照顾小baby 对不对 帮他换尿布这些 那还有就是照顾 比如说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些老人 就是比较失能的老人家 那这是他们的这个厨房啊 还有就是洗手台 有没有人觉得这 有没有发现到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没有就是洗手台跟水龙头 那大家觉得洗手就是开水龙头就够了吗 有人腰头 你觉得应该需要什么 肥皂 肥皂 对啊 没有肥皂很难洗得干净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什么勒 大家猜猜看 有人说厕所 答对了 没错 所以你看 这是他们上厕所的地方 在这里 对不对 那旁边这是什么 对不但是沖水啦 他肩 洗手 对 所以你看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水啊 其实主要来自于都是地下水为主啦 所以你就知道 你如果要沖水 然后要洗手 那每个人是不是都去这边摸一摸啦 这个水本身也会污染 或是他整个手就静下去了 对不对 手上可能有什么 大家有看到卫生纸吗 在哪里 好 我们可能不能用台湾的想法去看 但是他们的确是 没有看到这个 卫生纸可以插手的地方 或是插屁股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主要就是靠什么 靠这一桶水啦 OK 所以大家可以想 这个握把的部分 可能会有细菌的污染 水本身也会吧 因为有可能整个手就进去了 所以 这就是在当地的这个 环境的状况 你就会想说 这真的可能是有这个 食物饮水相关传染病的一些风险 因为手没有洗干净 那再回去可能做煮饭煮菜 又没有肥皂可以洗手 对不对 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做了一些评估 就觉得说 这真的是在当地的训练学校 我们要小心这样的状况 因为呢 他们 因为是一个训练学校 所以大家都住得比较密集嘛 就像各位如果是住在宿舍里头 也是比较一个密集的状况 那水的来源主要都是跟地下学有关 那喝的水的话 有的有煮有的没煮 所以就很难讲 就看那个学校本身的设备情形 那大家就会发现说 你去上完厕所 你能够相关使用的洗手的设备 这其实是缺乏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 我们真的是派了同仁去拜访当地的这个 外劳的训练学校 照回来一些实际的状况 那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其实我们是满担心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台湾照顾失能 或者是需要照顾的这个老人跟小孩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伤寒的这个易感受的族群 所以我们大概想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早点侦测出来 他们可能是伤寒发病的 或者是他是代元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就是在他们入国 应该说入台湾之前 都会有一些健康检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 他们在健康检查的时候 可以问一下 有没有伤寒相关的一些症状 那时候我们是有要求说 对于这些外劳 希望能够在他的粪便做 这个伤寒的这个细菌的培养 那才能知道说 他是不是有发病的 或者是他是代元的 那另外就是也会跟 因为其实他们要引入台湾之前 都要透过所谓的人力仲介公司 所以我们就必须跟 能力仲介公司说 你可能因为 语言不见得那么通 可能在当地需要有一些 针对印尼的外劳 他们用使用的话 教他们卫教说 怎么样有一些好的卫生习惯 那怎么样避免这个伤寒 再去传播给别人 所以其实你是需要卫教的 那再来就是 就是这些都是比较柔性的 这个劝导 或者是早期侦测的一些手段 那当然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因为毕竟这个 他还没来的台湾之前都是在印尼 我们不可能对其他的国家 有什么太多的管辖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最后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人力仲介公司 就是他要申请 就是让这些外劳 能够申请来台湾工作的签证 那如果在这个学校里头 就已经发现他有 疑似伤寒的outbreak 就是说他在四个礼拜里头 有两个确定的 这个我们一路的伤寒的病例 被我们发现 我们可能就会暂停他的 这个visia的申请两个礼拜 那他们不能来就会 因为会很紧张 因为其实这些外劳要来台湾工作 其实他们都要受训嘛 那我们也要花钱做一些健康检查 所以其实这是会有一些当地 在当地会有一些压力的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是有用新闻稿的方式 还有公文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有开始做这个外劳 印尼外劳的相关伤寒的一些筛检 那在这个之后啊 其实在这个政策是十月份开始 所以呢 在过去其实这个发生率是蛮高的啦 那在这个政策之后 其实这个就还蛮明显的 就是印尼外劳的这个 伤寒的发生率就下降非常多 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 怀疑有这样的一个群聚的事件 或者说他被灌可能这印尼在当年 可能那个时间点 刚好伤寒的病例特别的多 所以就会造成他可能往旁边的国家 他送外劳进来的时候 就会造成别人的国家的一些疫情 所以这就是在当时 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有侦测到 然后早点有介入 maybe我们可以让这样的风险把它降低 所以这个是在当时09年的一个 实际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可能跟我去旅游不一定有关系 不过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有机会去印尼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同学会去那边 参加一些志工的服务 那或者说有人他喜欢去自助旅行 其实印尼也算是一个 蛮方便的一个区域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去印尼可能之前 我得做一点功课 了解一下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虐疾的 那虐疾大家其实在台湾很早就已经 虐疾根除了 虽然台湾还会有少数的地方 有这个虐文的存在 它是透过虐文的叮咬才会传播 可是基本上在台湾 我们并不觉得虐疾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也会觉得它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外面的一些邦交国 或是你可能去参加一些国际的组织 你可能就会到所谓虐疾的 这个endemic country去 那这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实际的状况 这是一个等于是我们的 外交的工商技术团 里面的一个团员 那他其实是去西非的 某一个邦交国家 那这个同仁他其实在去之前 有先来我们的门诊做一个咨询 那关于虐疾的预防药 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当时其实我们是有教他说 你要怎么样使用防瘟的产品 还有就是因为西非 其实是虐疾风险比较高的区域 所以你可能要服用 所谓的虐疾的预防药物 不過大家都知道 医师开了药 也在门诊讲说要怎么用 可是回去之后会不会吃药呢 不一定 因为基本上我们会去旅游 大部分身体健康都还不错 不像是有些人 他可能长期都要需要 吃慢性病的用药 所以要请这个 我们出去旅游的民众吃药 有时候还不见得很容易 那这个虐疾的预防药 它本身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在 它会有些肠胃道的不舒服 或者是头痛 所以他刚开始吃的时候 就觉得人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就停药 他就没吃了 那没吃了之后 一定就会中标吗 当然也很难讲 因为我们除了吃药以外 也还有会教他说 你要使用防蚊的措施 那防蚊措施这个人 刚好去那边 他睡觉的时候没有挂蚊帐 因为你的蚊子喜欢 在傍晚之后 到隔天清晨的时候出来觅食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没有挂蚊帐 大概也没有使用 好好的使用所谓的防蚊产品 那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那刚开始回来 还没有很不舒服 不过过了几天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开始发烧 那他就去就医了 就医之后有跟医生说 我其实有去西非 所以医师就会想说 这个可能不能够排除虐疾的可能 所以我需要做一些斜片的检查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虐疾 虐疾其实还是 这是Public Health 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台湾我们虽然没感觉 不过如果你去看全球的疟疾的情况 其实全球每年有超过3亿的人 是有感染Mauria 那也会造成蛮多的死亡 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来讲 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他的临床的症状呢 通常都是发高烧 然后可能会胃寒 很厉害 以前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叫疟疾 叫做打败子 有这样的一个别称 那有的人还会去见冒汗 这些情况可能会 不断的这个周期性的出现 那他也是透过所谓的 崇眉的这个叮咬 听到崇眉就好像要登革热 那这个潜伏期来讲 一般来讲是大概一周到40天不等 不过也有一些瘧疾 他是比较久的潜伏期 所以基本上不见得说 我去西非国家 可能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 也不见得一定不是瘧疾 他是要想 那这些图呢 是从美国CDC有一本书 叫做Yellow Book 他是我们在于旅游的 这个医学的方面 算是蛮重要的一本参考的资料 那他又把这个 哪些国家有一些瘧疾的状况 都把它list出来 那因为他这个图 其实是以国家为单位去画 那必须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不见得他 这个国家里头 全部的领域 都有瘧疾的风险 他其实是有程度不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部分可能是需要 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的话 可能需要来门诊 做进一步的咨询 来讨论你去的行程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才会知道你的风险有多高 好 那瘧疾里头大概 他有分什么 Fosiparan 或是Vivox 那这些不同的 这个瘧疾的种类 大家不用记得那么多 只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以严重程度来讲的话 是恶性瘧算是比较高的 那西非就是属于 这个恶性瘧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那基本上在欧美的这些国家 他们其实也是 就是会跟他们的民众 他们会去咨询旅游的这个 行前的评估 比较风情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们每年都还有一定的人数 是因为去这些国家旅游 而感染瘧疾回来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还是会去跟临床医师说 如果你回来发烧的这个病人 他曾经有这些西非 或是瘧疾疫区的旅游室 你瘧疾是要放在心里头去想 那瘧疾这是他的这个 从瘟子鼎咬 在人的身体里头的循环石 跟蚊子里头的循环石 也不是叫大家去记 只是跟大家说 其实他是透过蚊子的鼎咬 在人的身上 会先经过所谓的Liver Stage 那再到血液里头去 那最后在经由蚊子的鼎咬之后 再传播给下一个人 很简单的讲是这样 那只是说有一些瘧疾 本身他的这个病人 他会躲在肝脏比较久 那如果他没有治疗好的话 是有可能以后再复发起来 那刚刚有讲 我们最不希望出去 带那个纪念品 应该说喜欢带纪念品 但是不喜欢带神病的纪念品回来 所以在行前 我们就要去跟民众讨论说 你去了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式 那瘧疾就是这样 如果说他今天是要去西非的国家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他的这个瘧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能要考虑说 我除了使用帆纹的产品以外 或是帆纹的措施以外 我必须要请他吃瘧疾的预防的用药 那大概用药有这些种类 大概也不用记啦 这个其实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很多人来我的门诊 一坐下来就说 我要奎妮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你是要去哪里呢 其实奎妮不一定有用 因为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药物 就是因为呢 其实有些区域 可能是有某些药物的抗药性 它不一定可以使用 那我们就必须要考虑用别的药物 或者是说这个来咨询的民众 它也不能够使用某几种药物的状况 那我们要考虑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手上 可以作为 院籍预防药物的这个选择 那基本上 必须跟大家讲 有的人会问我说 我是不是吃药啊 就一定不会得病 有人咬头 没错 因为跟大家讲 预防的方式啊 没有所谓的百分之百 但是呢 你没做的风险一定会很高啦 那如果你能够采取好几种不同的预防方式 一起做的话 基本上那个效果可以接近百分之百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呢 你看哦 就算吃药有可能会怎么样 忘记吃 或者是不舒服 不想吃 还有就是 吃了万一过敏 人在国外 没办法吃 这个我们都遇过 有从泰国写信回来给我们求救的 真的都发生过 所以呢 我们必须除了药物以外 也有要教他说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辅助一起做的 好 那这个可能大家 我想这是最实用啦 今天这行课 防蚊措施是一样的 这个去登格勒的疫区 也是一样 那 防蚊措施有哪些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蚊子喜欢什么时候活动 对不对 像劣吉的蚊子 我刚刚有讲啊 喜欢黄亨之后 就是傍晚之后到黎明之前 就是清晨的时候出来觅食 那你很喜欢出去夜游的人 你就要知道 欸这个时间我又在 劣吉的疫区活动的话 我可能需要怎么样呢 如果出去的话 我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 那我皮肤露出来的部分 我可能必须要使用防蚊液 或者是防蚊膏 那要怎么用呢 可以用什么呢 大家最近应该都买不到 还有迪璧的防蚊液或防蚊膏吧 有人去买过吗 没有 我必须跟他讲 以前我两年前 大概可能去康市煤 或是去城市 这些大的药妆店都还找得到 不过可能好像有一次 某一个什么新闻事件之后 好像因为有喷了迪璧的 不知道什么 哪一个牌子的防蚊液之后 好像说说会造成保利容 还是什么容器的腐蚀之类的 好像之后啊 就非常非常难找到 含有迪璧的这个 成分的防蚊液跟防蚊膏 所以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 所谓的天然精油 或者是这个香茅油 回除的成分 那必须跟大家讲 迪璧算是在国外 比较有一些paper证明说 它其实是有防蚊效果的 那在使用上来讲 基本上安全性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我们其实在两个月大以前 家里下的小孩 比较不建议使用迪璧以外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民众去找这个产品 可能就必须要去看说 那个防蚊液里头的成分是什么 那必须跟大家讲 其实如果你认真的去看 会发现其实这蛮多产品的成分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那但是有迪璧的成分的话 通常它会比较有明显的标示出来 那大家就是在找的时候 可能要看一下 不过最近听说这些东西 几乎都往南部移动 所以在台北啊 我昨天已经逛了三家的药局 大概都找不到啦 可能大卖场还有一些 还有环境 环保属何可的这个迪璧的防蚊液 那基本上呢 我们要插在哪里呢 基本上还是要插在手 就是皮肤啊 皮肤会露出来 会被蚊子咬的部分 这地方要插 还有DP成分的这个防蚊液跟防蚊膏 那浓度来讲 市售产品的浓度非常多种 可能有7% 10% 然后15% 20% 50% 现在已经看不太到50%啦 可能大概30%还可以找得到 那浓度越高 基本上你补差的间隔时间 可以拉的比较长 那就很像防晒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会很会流汗的话 一定要记得就是 你其实要常常补差的 那也有人会问我说 我喜欢这个擦防晒用品 那防蚊液要插在防晒用品的之前 还是之后 基本上是插在防晒用品之后 它是最外面一层的保护 请大家这样子记 所以呢 其实如果大家 对于这个防蚊措施很有兴趣的话 其实还满多相关的一些卫教措施 这是我们比较新的 对于登格勒的部分 有一个懒人包 大家可以去机关书的网站去看一下 那我们Facebook上也有 就是那个什么1922防疫打人 你也可以找得到 叫大家怎么样的防蚊 所以其实刚刚之后 除了这个防蚊措施的使用以外 其实配合搭配吃药 其实是可以减少 我们去高风险的 虐急的盛行区域的一个情况 发病的状况 那再来跟大家讲是一个麻疹的情形 那可能之后也许有其他的防疫师 会跟大家讲更多 关于所谓的麻疹啊 这些台湾这几年来的这个群突发事件的一个状况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是比较新发生的一个情形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有看到医院通报来麻疹的一些案例进来 那这些案例都很年轻 一开始是有三个 那这三个我们的公共卫生的第一线的同仁 我们公外护士都非常认真要去做疫情调查 因为麻疹是我们希望能够根除的 一个很重要的传染病 它又是空气传播的 所以呢 基本上每一个麻疹个案通报进来 都要做很详细的疫情调查 去厘清它的感染源是在哪里 还有它可能传播出去的范围是哪些 那这几个个案呢 我们去疫调之后就发现说 这三个人其实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那这地方在哪里 是在台北市的某一个免税商店 大家想免税店 谁会去免税店 谁会去免税店 外籍旅客吧 对不对 台湾人本身是 我干嘛没事去免税店 又不会打折 对不对 所以这一定是 应该是它主要服务对象是外籍的旅客 那后来我们就去了解这个免税店 它在哪里 然后它卖哪些这个外籍的顾客 那因为他们都会有旅行团 一团一团带去免税店 所以这个免税店 其实它规模不小 它有好几层楼 很大一间 那它主要的这个客源是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旅游团 他们主要就是卖给这些旅客 免税商品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 有去了解他们的一些卖场的状况 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造成这个麻疹在这里传播 很有趣 我们那时候就看 其实他们验出来麻疹的这个病毒型别 其实是中国大陆来的 没错 在当地流行的型别 那大家会想说 麻疹啊 我们是不是小时候都打过疫苗 有人点头有人没点头 你可以回去问问看我爸爸妈妈 我小时候出生有一张黄色的接种卡 它有没有在 这也是我们理由我们很常遇到 就是要去出国留学或游学 它要求 学校要要求有一些这个疫苗接种证明 对不对 大家都要回去饭箱倒柜 把那张黄卡把它找出来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麻疹的确是我们小时候是 我们的婴幼儿是有所谓的 例行的常规的预防接种 那既然有接种 疫苗为什么 在这样的状况 因为这几个人其实蛮年轻的 都是二十几岁 为什么还会生病呢 当然第一天是有传染源进来 对不对 然后受到感染才会发病 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的这个年轻人 因为在台湾麻疹 已经很少很少很少了 连医师都不太会看 所以基本上 你的环境当中 会再遇到麻疹病毒的机会很低 那小时候打的预防针 是一种打预防针来产生的免疫力 其实当然这样的免疫力可能不如自然感染得到免疫力来的强 它可能会随着时间衰退 所以这是一个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就是小时候接种的这个疫苗保护力再降低了 这时候又遇到这个很有传染性的个案 有可能还是会发病 好 最后这个案子 其实有十九个麻疹的个案 这算相当的多 那都是在这个免税商店工作的员工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会蛮紧张 因为表示说这些人是做什么 他虽然本身不是直接做旅游业 但是他是旅游附加的相关产业 所以你要想想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一感受族群在里头 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而这个事情其实最后 他总共 因为我们只要有麻疹的病人被通报 我们都要去追踪他的接触者 因为如果来得及 我们可以给他打疫苗 或是给他IMIG 就是免疫球蛋白 去阻止他发病 再传给下一个人 那所以这件事情 这十九个个案 其实大概追踪了多少人 一千四百四十六人 大家知道一个卫生局的规模 大概才多大 其实没有多大 那你每天就要去追踪这些人在哪里 你健康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出诊 有没有去看医生 看医生之后做了哪些处理 要不要打MMR的 这个所谓暴露后的预防 还是要打IMIG之后暴露后的预防 光我们每天搞这个就疯了 一千四百四十六人 好 这是他的免税店 我们其实也去现场看 那这免税店 据我们去的低线通人是说 一进去就觉得很闷 他的空调不是很 换气不是很好 那麻疹是一个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或是接触传播的一个疾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地下 的确是很有可能传播开来 那在一楼来讲 他是一个最 比较最不同风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看这是他员工休息的地方 假设里头有员工是发病的 可以传播给别人 那他可以在这个拥挤的休息室 也可以再传播给别人 好 所以这是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在一楼 这个发病的员工算是最多的 但是其实其他的楼层 也都是有个案的 只是在一楼算是 所谓的 疾病性性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啊 就是大部分 有不少人 其实他小时候 这蓝色就表示 他以前曾经接种过疫苗 所以比例不低 有的人是找不到记录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麻疹基本上 他是一个这个RNA的病毒 那他的这个耗发的时间 一百两是在我们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所以是在这个冬天跟这个春天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流行的 那在台湾 我们当然麻疹遇到的病例比较少 不过大家如果去日本 或是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麻疹还是年年流行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讲 麻疹从感染之后到发病 潜伏期大概是7到18天 那他最有传染力 一旦发病之后 就是会有一些很像感冒的症状 比如说会流鼻水 咳嗽 发烧 结膜会冲血发炎 那他之后呢 在这些前驱症状出现之后 会出疹子 那出疹日的前后四天 是他最聚传染性 可以传染给别人的时间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他就有可能透过这个 所谓的飞沫或是空气的接触 在传播给这些没有免疫力的人 那这个来讲 传染性来说 其实麻疹啊水痘 都是属于传染力非常强的 这个空气传染的疾病 那大家有听过阿囊吗 我们会叫阿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生病的 具有传染性的人 他可以传播给多少 不具抵抗力的人数 所以你看 麻疹的这个阿囊是16到18 就是一个病人 他可以传播给16到18个 没有免疫力的人 这样传染力有没有很强 大家可能也没感觉 SARS是3左右 流感是2到3 所以这样传染力有没有强 有吧 有强啦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阻止麻疹 在社区里头一直不断的流行 基本上呢 你必须要在这个族群里头 能够超过95%的免疫力 这样的这个 就算有个案发病 他能够再传播出去的 这个传播的范围 就不会太大 因为大部分人 还是会有抵抗力而不发病 所以你的群体免疫力 必须要达到这么高 他才能够阻止麻疹 在你的社区大流行 所以在以前没有所谓疫苗的时代 其实几乎很多人在小时候 就得到麻疹的感染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阿公阿嬤 就说麻疹出膜啊 没怎样 但是麻疹真的没怎么样 必须跟大家讲 我们其实有邀请这些 曾经去过西非伊波拉 处理疫情的专家来 他有来跟我们分享 他说其实像是伊波拉这样的状况 在非洲来讲 他其实在当地造成一些死亡率来讲 并不是最高的 其实还有其他很多是呼吸道的传染病 或者是像麻疹 那因为呢 因为伊波拉的关系 大家都会害怕 哎呦发烧啊 这些病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是伊波拉 就不管他 其实最后其实往往他的诊断 并不是伊波拉 而是其他的传染病 例如麻疹就是其中一个 好 那这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麻疹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他是 他会出疹子 所以 基本上临床医师啊 其实发烧出疹 这样的病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登革二也会发烧出疹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一些经验 那台湾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麻疹的病例 就是说本土性的大流行不多 所以其实蛮多医师是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病例 好 这是他在这个 一开始所谓的出现一些前驱症状的时候 也可能会跑出所谓的科室班 就在他这个口腔的黏膜里头 会有一些白白的点 那这是他算是他一个蛮specific的一个 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 那这是他出疹的状况 那有的人会有一些耳后的淋巴结肿大 不过这种德国麻疹 也会可以有这样的情形 那他的这个疹子啊 就像 就是像这样 他是会 他不是一颗一颗的 他会融合成一片 这是他临床上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好 那其实得麻疹的人 我那时候去看的经验是 他们其实都还蛮不舒服的 就是在发烧出疹的时候是蛮不舒服的 那会有一些个案呢 他会出现一些所谓麻疹的病发症 所以很多老人家会说麻疹没什么 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 但是其实会有一些得到麻疹的这些病人呢 他出现中耳炎啊肺炎或者是脑炎这些病发症 所以严重还是会有死亡的个案 那特别是一些比较在这个开发中的国家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是比较营养不良啦 或年纪比较小的状况 他这些病发症会比较多 那也有可能有些人会出现所谓的 雅极性的这个全脑炎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麻疹在感染之后 后续大概数年之后才会发生 那他也会造成一些中族神经的退化 其实这也是他一个比较晚期的病发症的一个状况 那麻疹他其实对怀孕妇来说也是一个威胁 他不会增加那个先天性畸形或异常的机会 不过妈妈本身会比较容易流产或是早产 那其实这个麻疹的这个疫苗 目前来讲在台湾我们使用是所谓三合一的疫苗 就是麻疹 德国麻疹跟腮腺炎 那他是一个活性的减毒疫苗 基本上一岁以上的小朋友他其实都可以接种这个疫苗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会希望他能够接种两剂的这个疫苗的接种 那有些人呢 因为他是免疫比较不全的人 所以他有可能是不能接种这个活性的减毒疫苗的状况 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就说 如果你要去麻疹比较有风险的区域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评估 就是你适不适合打这个疫苗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问为什么我们刚刚有讲 刚刚那个免税店的员工都很年轻 那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得到这个麻疹的这个感染 那我们小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 如果有乖乖去接种疫苗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有所谓的保护力 那不过呢 其实我们有几个不同的研究 来探讨说 在麻疹接种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他每一个年龄层 他的这个保护力还有多少 来看看我们的族群里头 到底还有多少可能有遇到麻疹感染之后 再传播出去的风险 那这个是这张图啊 这是在好几年前 大概2000年到2004年之间 在南部的一个医院 教学医院 他针对他新近的这个医疗人员 可能就是护士啦 或者是医师啦 或者是这个技术人员 做了一个血清流行病学的调查 他就请他们来抽血 看他血液当中 这个麻疹的抗体的保护浓度呢 还剩多少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以这个20到24岁的年龄层来讲 那这个 大家看这个头头就是浅灰色 就是说全部都是有抗体的这个比例 理论上麻疹的保护力算是蛮好的 就是说打一针大概保护力可以95% 可是在这个年龄层啊 你看他这样抽血看起来 大概有让七成左右有保护力 那剩下呢就是有可能是他这个抗体已经滴到 我测不出来 或者说他刚好在交界值 阴性跟阴氧性的交界值 所以就告诉你说 这年轻人啊以前小时候打过不代表每一个人长大之后 都还有保护力在 可能只剩七成左右 这是要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会说 这只是一个南部某个医院的研究啊 真的有全国代表性吗 那当然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证据 所以也有以社区为被死去再做其他的这个麻疹的盛行率的调查 那一样我们是满一岁之后 其实会接种麻疹的疫苗 所以你看在一岁左右 你抽这个血中的抗体的阳性率 可以高到95%左右 94到95% 然后之后呢你就去做社区的一些抽样 你会看到说 这样的这个阳性率这个灰色的霸怎么样 等等的像牛滑梯一样不断往下降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21到25岁的时候啊 你的这个阳性率值掉到差不多五成 那当然他这个研究是有一些人是刚好是这个所谓 阴性阳性的交界值啦 equivocal的状况 不过就算你把equivocal 当做他有保护力的话 加起来也不过八成左右 那我们刚刚说麻疹啊 需要社区的有多少比例的人 有免疫力差 能够阻止大流行发生 95左右 93到95% 所以你看哦 八成有保护力的话 那是离这个目标怎么样 好远耶还好远 离95%还很远 好 所以当时啊 这样我们有做一些 我们怎么样去框这些麻疹的接触者 我们要去追踪他的健康状况 如果他情况OK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所谓的暴露后的预防 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些符合 比如说他在暴露后的三天内 我们希望可以给他打MMR的疫苗 这是暴露后的预防 或者是说有一些孕妇啦 免疫不全的人 他没有办法打活性减毒疫苗 我希望他能够有机会接受IMIG 来减少他在发病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他是一个空气传播 或者是飞沫的传播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画很大的范围 假设今天这个麻疹的病人 有传染性的病人 他去就医啊 比如说因为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症状 去就医 那他就医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他留在这个诊间 比如说他在后诊区 那我们必须要框说 他进来之后 可能前30分钟到后两个小时 在这个诊间出现的其他病人 都是我们要接触者调查的对象 因为他可以透过空气或是飞沫传播 所以传染力很强 那你看如果他今天 假设今天一个麻疹病人去急诊 找一个那个我们NTEU的急诊 那或者是说去长根医院的急诊 你看那个后诊能有多少 所以你就是要说 这个公共卫生非常非常不想要 看到有麻疹通报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这一次 比较大的麻疹 outbreak 但是之前其实也有发生说 比如说今天我台湾人 娶了一个中国籍或是越南籍的配偶 回来 那我们生了孩子 那孩子可能还没有满一岁 还没有到打疫苗的年龄 那妈妈可能会带着 或是爸爸带着回去越南 或是去中国去探亲 去看阿公阿嬷 这是有可能的 那他们还没有打麻疹的疫苗 就带出去 那如果当时在越南跟中国 他的麻疹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那小朋友就有怎么样 很可能在那边感染 对不对 那麻疹潜伏期也是有一段时间 那可能感染之后回来台湾 小朋友就发病了 那小朋友生病不舒服 家长都会带孩子去就医 对吧 大部分我们台湾的 就医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呢 那个生病的 麻疹生病的小朋友 可能在出诊的前后四天 就可能去拜访好几间的诊所 然后又可能去医院的急诊室 那也有可能觉得他 因为麻疹生病真的还蛮toxic 很不舒服 所以可能被疫症收住院 因为可能真的吃得很不好 有点脱水 就收了住院 那住院之后又去做了一些检查 比如说去照了S光 或是去哪里抽血 这都有可能 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传染的范围就会很大 我们有遇过就是从这个小病人 在台南住院 台南跟高雄住院 然后呢 同一个病房里头 有其他的小朋友 他们是不是住在南部 他可能只是假期回去 生病刚好去去 生其他的病去住院 然后得到麻疹的感染之后 在院内要发生 然后回来北部 然后呢 在北部他发病了 又去北部的其他的医院 就医 然后急诊 住院这样子 所以就从由南到北 可以传播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 大家心里很 希望觉得说 这个病当然是越少越好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 旅游相关的麻疹的 疫苗的接种建议 其实在2014年 我们的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 其实就有建议说 如果啊 你要去中国大陆啦 菲律宾或是越南 这些麻疹流行地区的民众 那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人 大概我们抓了一个范围 是1981年以后出生的 这些都是小时候是打疫苗的 可能疫苗抗体的这个 阳性率会降低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再去接种一剂 麻疹的这个 韩麻疹的MMR疫苗 再出去旅游 这些地方 那如果说你是要带个孩子回去 呃 拜访亲友啦 或是出去旅游 呃 特别比如说可能会去日本 那如果一岁以下的话 是可以在满六个月以上 到一岁之间的小朋友 其实可以先接种一剂MMR 你再带他去日本玩 或是去中国或是越南 不过呢 他满一岁之后啊 还是要再来接种 两剂的MMR的疫苗 这样才算是完整的一个保护力 因为一岁以下 MMR的接种的保护力不是那么 没有办法持久 那在今年这个五月份 这个免税店的事情发生之后啊 就知道说其实不是只有出国玩的人 要注意麻疹的风险哦 因为我们台湾怎么样 中国来的游客增加了几倍 很多倍啦 反正就是一条线 直线往上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旅游 产业相关的呃员工啊 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你就要小心你做这个工作 其实是有风险啊 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只是你平常不会想到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 如果啊你是要 平凡的做这些旅游相关的产业 包含免税店啊 商店旅馆这些哦 的年轻人 其实你要考虑去接种麻疹的疫苗 好 那除了这些以外 大家我们在平常 就是在旅游的门诊 满常会遇到的是这个 要不要去看旅游医学的咨询呢 我出国 我去的地方 需不需要去找医师 做行前的一些评估 那这是一个满 满常遇到的状况啊 就是很多年轻的学生啊 或是同学 很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经验 所以 其实这些年来都有很多所谓的志工的一个相关的团体 特别是学生 那他们会出去 那台大我知道本身应该就有好几个这样一个社团 那这个比如说就是他要去印度的北边 他去做一些志工 那有的人可能会去这个 去做志工之外 他也顺便去玩一玩嘛 因为难得的机会 那他就是去做志工以外 他想要去梦麦啊 去新德里这些地方玩耍一下 那我出发前有没有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行前 最常最常遇到的啦 那我希望大家就说 如果你要出去玩之前 如果你要比较长期的一些行程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尽量带你的旅游的schedule来给我们看 那我们才会知道说 你去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比较给你比较精确的一个建议 好 那在旅游的行前评估 其他的范围很大 那我们就要想说 你去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哪里 你去的季节是什么 你去当地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能是去做志工 也有可能是去当地偏乡的小学 去教小朋友念英文 有的人去做盖房子的工作 这是真的有 那或者说你是去参加医疗志工团 其实每一个去不同的目的跟活动 他背后他有不同的风险 那除了所谓的传染性疾病以外 其实也有所谓的环境的风险的问题 那我们也遇过就是我要去爬那个珠峰 那可能不是真的爬到最顶的圣母峰那边 是可能到camp五六千公尺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要去西藏玩 我要做青藏铁路 那我们要注意高山症的状况 这些也是我们在旅游的行前 评估会做的一些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今天来看诊的民众 他本身可能有一些他的潜在性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怀孕 然后要去看比如在西非工作的老公 就是去西非探亲 那怀孕妇女适不适合去 或者说他带很小的小孩 比如说小于一岁的小朋友一起去 那适不适合小朋友要不要需要做评估 这也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还有就是有些人他有慢性疾病 他不适合打疫苗 比如说打活性减毒的疫苗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告诉他说 除了打黄热病的疫苗以外 你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来避免温脂叮咬造成的一些传染病 这个是可以在所谓的门诊的行前的咨询 做一些评估 所以大概在我们常常在做 我们都不希望事情会发生 所以其实好的预防是重要 大家上工我一定知道三段五级 那在我们旅游的医学的行前评估 大概都会去看说 我们是做一个所谓的风险的risk assessment 那这些风险的氛化旅游者 自己本身有没有潜在性的问题 他是不是易感受的主群 那他会去哪些国家或是区域 当地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资讯的这个查询 比如说他有没有传染病的资料可以查 他去那里做什么活动 这就是做行前评估 蛮重要的一些角度去看这些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这个传染病 他其实是有所谓很明确的预防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不同的传播途径 有不同的阻断他的方式 所以你要在门诊去教民众怎么做 而且就是其实通常一种方法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因为民众有他的喜好 那有的人他不喜欢打针 也不喜欢吃药 那他如果要预防疟疾 或是其他vector bone disease 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这个都是你要去跟他咨询的时候 要从他的角度去想说 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可能他比较可以接受 然后并且可以做得到 那跟大家比较相关就是 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我要去哪里找 这个我要去的目的地的国家的资料 我会有什么样的旅游的传染病的风险 那大家可以先上我们疾管署的网站 我们在这个 大家打这个我们疾病管制署 民众版也可以进去 专业版也可以进去 在这个上面会有国际旅游与健康 这一个选项可以点 所以大家点进去之后 其实就可以进入所谓的国际疫情的 一个相关的介绍 那有时候测栏这边也会有这些讯息 好来看一下 点进去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国际旅游跟健康里头一进来 其实他就可以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图 他其实就是以不同的区域 你可以去点 这个图是可以直接点 你要去哪里 哪个国家 那这里头你点进去之后 他其实就会有一些相关的information跑出来 那在这上面 其实都会有一些即时的疫情 就是比较新的资讯 我们就让他在上面秀出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找的是印度 那印度其实你刚刚在南亚的地方 印度的那个区域去点 那就会跑出印度相关的一些资料出来 你就可以看他现在有什么即时疫情 然后旅游前的准备有哪些东西 然后其他你要注意的事项是哪些 特别是返国之后要注意什么 那在行前之 你可以接种什么样的疫苗 我们都会把他像一个table一样 把他列出来 那我们会把建议的说明也把他写在旁边 那他要不要采取虐疾的预防措施 印度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区域都是有虐疾的风险 除了他在北边 他有一些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就没有虐纹的分布 那个地方才比较没有虐疾的状况 这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 我们机关署的网页 那那个都是中文的啦 所以其实对于一般的民众啊 其实都蛮适合使用那样的网站 那如果大家其实对于 其实我相信对于英文的网站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有几个可以去查询的 一个是WHO的网站 WHO网站所谓的International Health 他其实会有一个相关的资料放在这边 那里头呢 的资讯也是可以点进去看 那他基本上 所谓的疫苗可预防性的疾病 应该是整个chapter 应该都可以下载来看 那除了WHO的网页以外 这个是美国CDC的网页 美国CDC的网页点进去 你找所谓的Traveler's Health 他也会有这个 很像我们刚刚机关署的网页的东西 那这边他是从这个下拉式悬单去找 你要去的国家是哪些 那点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好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 大家小练习一下 怎么样找这些资讯 那旅游相关的一些疫苗 大概会有这些很多类 也不是要加大家记 请大家记得就是说 你可能要注意去看一下 你去的区域 有没有什么特定要求你一定要打的疫苗 通常是所谓的黄热病 或者是流行性脑肌水膜炎 有时候是小麻痹的疫苗可能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可能是会牵涉到 你去这个国家 你在入境的时候 要不要出示 这个所谓的国际疫苗的接种 这种就会跟你 能不能进去那个国家有关系 所以它是属于所谓的 manitory vaccination 这是跟你能不能入境那个国家 或是能不能顺利转机 可能会有关的 那有一些就是对于旅游者 他去当地的风险 那如果比如说他有A型肝炎的风险的话 他就可以考虑接种 A型肝炎疫苗的这个注射 来预防这样的疾病 所以这种是属于selective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你本身 你可能小时候就已经有打过一些疫苗 那这种你可能就要看你去的地方 比如说你是要去念书 他是不是有要求你要出示 你这样的一个接种的一个记录 那这就是你小时候本身 预防接种的一些资讯 所以当然跟旅游最有关的 主要是这两类 那我刚刚有讲 这个mandatory vaccination有两种 就是黄热病 另外是流行性脑机水膜炎 那这两个是目前来讲就是会跟 所谓能不能露出境这个国家 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黄热病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国际的一个传染病 那因为这个疾病本身 他的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他是在国际所谓的 国际的这个旅游相关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传染病的一个 一个监测的一个疾病之一 那他主要也是透过所谓的 蚊子叮咬来传播 主要是透过埃及版文 那潜伏期大概是三到六天 他其实跟登格热 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 基本上呢 在这个黄热病 他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在发病之后 走到蛮严重的状况 比如说会黄胆会出血 他是一种出血热 所以这种死亡率就会很高 可能就是过去的统计 就是说有一些 比如说欧美国家的旅客 没有打黄热病的疫苗 去了疫区之后生病 死亡率可能可以高达八成以上 那基本上这是在不同的区域 他主要是在西非跟南美洲 是他的流行的区域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也是黄热病流行的这个国家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属于西非为主 那在南美洲的这些区域 主要是以亚马逊丛林区域的这个区带 是他的所谓的endemic area 那每一个国家其实在不同的区域 可能风险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部分都是必须要来 找临床医师做一个资讯 再来就是说他其实有疫苗可以保护 而且保护力是非常好 他的保护力95%以上 那以前我们就是会有一些 要去西非的一些旅客民众 他们就会跑来我们的门诊 要打这个疫苗 那以前这个疫苗会 因为他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 所以其实过去认为说 你应该是每十年要再追加一剂 这样的一个疫苗 不过现在比较新的资讯告诉我们说 其实疫苗保护力很好 所以看起来可能是一般的民众的话 如果他如果接种一剂的话 其实他大概终身的保护力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基本上可能从2016年以后 大概世界卫生组织会建一个国家 把这个对于黄热碧亚 必须每十年追加的这个限制 能够把它放宽 大多数的旅客并不需要再去追加它 我是不知道各位有人有打过这个疫苗吗 有人有去西非或南美洲 你打过 打完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 那还不错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打完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状况 是一个免疫的反应 那基本上他这个是自己会好的 那有一些年纪很小的 六个月以下的小孩跟六十岁以上 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疫苗相关的一些副作用 主要是因为他还是一个活性减毒的疫苗 所以可能会有少数的人 就类似出现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发病的一个状况 不过是在年纪很小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 人身上比较会出现 不过基本上来讲 他的疫苗安全性还算蛮不错的 那基本上 刚刚忘记跟大家讲 你打完 我们会给你一个这个 就是叫做我们简称加黄皮书 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预防接种的证明 那有些人 他是不适合打这种活性减毒疫苗的 那这种时候 其实医师可能就需要帮他开一个weaver 来跟这个入出境的这些人员说 其实这个人有一些医疗上的状况 他不能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就必须 你可能不能因为这个理由不让他入境 这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可以开这样的东西 那这些不能打的理由有蛮多的啦 比如说年纪很小的小孩啊 或是HIV有症状的一些感染者啊 那或者说他有一些免疫缺损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怎么样 教他如何使用防蚊措施 你就没有办法用疫苗去保护他 那再来是登革热 登革热其实我想大家对于目前的疫情 应该也是很关心 不过其实过往我们也发生过旅游相关 就是他去缅甸去震灾的一个宗教团体 他去了11个人嘛 里面大概有10个人都感染登革热回来 就是回来之后才发病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去问就是说 其实你出团之前啊 那他们是去做 因为那时候是风灾啦 淹水 所以他们去煮饭给当地的民众吃 可是他们在出去之前 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 刑浅的需要注意的事情的考量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做方文的措施 所以回来之后就很多人得了登革热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疫苗相关的就是流行性脑机水膜炎 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美国做交换学生过 有吗 你有 你有住宿舍吗 他有没有要求你要打 有 这是因为呢 在台湾这个病我们并不是很多 他流行的区域是 在西非有个Meningo-Coca Belt 这样的一个区块 是他的风土病的一个流行区域 那在美国因为他会有很多不同国家来的学生 你特别是住宿舍的时候 因为他透过所谓的飞沫跟接触的传染 如果在密集的环境里头有人生病的话 他的传播范围是可以比较大 所以他们会要求就是说 有些来美国留学或游学的学生 如果你要住宿舍的话 他会希望你可以打这个疫苗 那这个疫苗基本上 在台湾我们也有这个疫苗可以使用 那不过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发生就是 我们的供给的状况 没有办法赶上需求 有时候就是会发生缺货的一些情形 所以这个疫苗也是目前在我们旅游门诊里头 蛮常会使用的一个疫苗 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发生的话它会可能造成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 这种死亡率也会比较高 好 这是我刚刚说的 所谓的Meningo coca belt 是在西非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算是它 全球来讲它是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非洲流行带的发生率是这样 10万分之20 可是台湾大概其实真的很低 你看要用10万分之0.088 所以在台湾来讲 这个病带大概每年就是十几个个案而已 好 那这个疫苗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你去假设你是回教徒的话 你一生一定要去这个麦家去朝圣一次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去朝圣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每年在麦家 就是朝圣的民众是这么这么的拥挤 跟我们那个跨年的烟火差不多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飞沫 或者是接触传染病的话 在这样的环境是很有可能散播开来的 而过去其实也有一些疫情的调查 就是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Meningo-coker的outbreak 是跟去麦家朝圣有关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朝圣季的时候 你入境这个沙鲁地阿拉伯 它会要求你要打流行性脑机水膜炎的疫苗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到差不多八月 八月左右 就会有一些要去朝圣的民众 他们就会过来 那目前的话 台湾目前是所谓的多糖体的疫苗 那最近这个疫苗缺货 所以有一些所谓结合型的疫苗有进来 不过量都不是非常的多 不过以这个疫苗来讲 它涵盖了血清血的范围 就是大概是这四种 那临床上其实是不止 不过这个大概可以涵盖大多数的 这个流行性脑机水膜炎的 这个血清型别 好 那再来就是狂犬病 也是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过的 那台湾以前是所谓的rebs free country 就是我们的监测是发现 像我们的犬肢 其实是没有狂犬病的 但是大家知道说 我们之前有发生什么 大家知道台湾有什么动物 有狂犬病的风险 有人知道吗 欢 少一个字 幼欢 幼欢 幼欢就是目前我们在监测里头 有看到有带狂犬病病毒的一个动物 那台湾目前的犬肢是还没有发现 那狂犬病它是一个透过所谓的 带有病毒发病的这些布鲁类动物 它可能是咬伤或抓伤你造成你的感染 那它会随从你的周边神经 跑到中枢神经去 就会发生这些临床的症状 或者是孔水症跑出来 那基本上如果你被咬伤或是抓伤之后 如果你来得及做所谓的暴露后的预防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发病的 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病毒 跑到你的中枢神经去发病的话 其实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这个风险 其实台湾过去有蛮多台商会去中国 经商或是工作 甚至在那边结婚成家 那我们过去就是有台商在那边 他有养别人送给他的小狗 他的狗其实可能没有去接种 因为很小的小狗其实是没有打狂犬病的疫苗 那他可能小狗放出去可能跟其他的狗 或是其他的布瑞动物玩的时候可能被咬伤了 那这个狗回来之后狗就先发病了 那狗发病呢 我们这个台商他其实并不知道说 中国其实是狂犬病 每年至少有两千个以上这样的死亡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以为他的狗可能只是小小的生病 还是去照顾他就被他的狗咬了 那他被咬之后其实他没在意 那个狗小狗也同时咬了 另外他在当地的这个亲戚 不过他们是当地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居民 那这些其他被咬的人都去打了狂犬病的 所谓的暴露后的免疫球蛋白跟预防接种 所以呢他们都没事 但是我们这个台商呢他不清楚 所以他都没有处理 所以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应该不是说应该是在当地就发生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神经学的症状 后来就是做这个医疗的专机回来 那就变得到我们的交互病房去照顾 那最后还是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发病了 住了大概两三个月以上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就过世了 所以就是说你不清楚那样的状况 可能在当地的民众他其实是知道的 可是你不晓得 所以一旦你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并不晓得要去做后面的一个处理 那这些都是可能带有狂犬病病毒的动物 以前就是台湾也是这个所谓的 没有动物狂犬病病例的国家 但现在我们大概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本土也有所谓的 有带有狂犬病毒的动物在 那基本上狂犬病的预防接种 大概会分成两种 一种所谓叫做暴露前 简单说就是被咬前 那一种叫做暴露后 就是被咬上之后要做什么处理 那所谓的暴露前的预防接种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会去考虑的是 所谓他具有狂犬病高风险的一些族群 比如说他是兽医 或者是说他必须去狂犬病的疫区 做很多田野的调查 或者是他去到狂犬病流行的区域的国家 但是如果他一旦被咬上抓伤 其实没有办法来得去 去做这个所谓的暴露后的预防 那就要考虑所谓的暴露前的接种 那就是必须要做一些所谓风险评估 那如果是你已经被咬上抓伤之后 基本上我们就要依照你伤口的情况 那来做是不是要打免疫球蛋白 以及暴露之后的预防接种 那暴露之后预防接种的疫苗 要打5剂喔 还蛮多的 所以等于你真的 万一真的是被咬上抓伤的话 那你就是要回来就是要照时间 来医院报到 来打针 好 所以其实大概很简单讲 像刚刚去印度的这样一个行前 我们会给这个民众 用什么样的预防的建议 那因为印度有瘧疾的风险 那在这个所谓的德里啊 孟买啊 他还是有一些城市的周边 还是都有这个瘧疾的一个病例发生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要他使用 所谓的瘧疾的预防的用药 然后还有防蚌的措施 那另外呢 在这个印度来讲 他也是A型肝炎 他是食物淫水传播的这个疾病 会考虑可以使用A型肝炎的疫苗注射 那伤寒也是 那再来就是 其实印度有很多食物淫水相关的传染病啊 那能够用抑郁疫苗去解决的 其实不多 就我们刚刚说像A肝啊 伤寒是可以的 可是其他的话就没办法 所以呢 可能就要为教他说 你要选择你的食物跟饮水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东西 那至于他要不要做狂犬病的 所谓的行前的预防接种呢 那就要看他去那边的 做志工的一个 做志工是做什么样的志工 是要去非常偏远的乡村 还是说他其实是在大都市做 因为如果在大都市 如果一旦被咬伤抓伤的话 他还是可以很快的去取得 所谓就意去处理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是偏远的地方 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替他思考一下 有没有需要做暴露前的预防接种 那再来就是他可能可以考虑做 破伤风的相关的这个疫苗的追加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性传染病 STD 包括了 美毒 灵病 HIV B肝 C肝也可以透过 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播 那其实你也可以味道他说 怎么样是安全的性行为 这也是一个你可以考虑 去味道他的一个资讯 好 那大家会讲说 好你讲了这么多 那我要去 我真的要出国啦 那我想要去看门征 我什么时候去看 那会跟大家讲 建议各位 出发前的四到六个礼拜就来 为什么要这么早来 我不能前一天再来吗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很好 你有Catch的Point 还有吗 好 打疫苗是个很重要的理由 为什么呢 我疫苗并不是我今天打下去 就马上抗体跑出来 一般大分的疫苗 比如说像黄热病疫苗 大概要十天 那流感疫苗这种可能要两周 A肝比较保险也是两周啦 那所以其实如果你太晚来 我们的旅游门诊啊 我能够给你的这个 疫苗的保护力就是 我不能保证它 会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对不对 还有就是有一些预防的药物呢 它其实是要在你出发之前 就要先开始吃 比如说像瘧疾的预防药物啊 那刚刚那个我们说 那个瘧疾在西非生病的 那个工程师啊 它其实是等于是最后一刻才来旅游门诊 所以它就算那个时候吃了药 可是它血中的药物保护浓度 还没有起来 它是吃比较长效的药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在你去到风险区以前的两周要开始吃 你血液当中这个药物的浓度 才会比较稳定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太慢太慢才来旅游门诊的话 就是我可能给你的选择就会很有限 那保护的效果就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你可以早点来 而且呢 有些药物就是你 行前先开始吃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你是不是有副作用的问题 那有些副作用是真的没办法忍受啊 你必须要来调整 那我们就还有时间可以做调整 可是如果你已经出去 才发现你吃这个药真的不行的话 那就很麻烦 因为你到了国外有语言的问题 有就医的一些障碍在 就会问题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是 大概今天跟大家很快的做一些介绍 那刚刚我们介绍很多网页 对不对 那我来出一个情境题给大家好了 各位呢 想要去柬埔寨 柬埔寨做这个小学的这个英语教学 还有讲故事给孩子听 那要去的区域呢 是在这个 他有在 我想会先去金边 然后呢 也想去吴歌窟一带 那我去 去教书的这个区域呢 蛮靠近 他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湖 这是我们平常 最常见的民众来问的问题 我可能去某一个地方去 有一个很大的湖哦 就是金边的北边有一个很大的湖 我可能会想要去周边的某一个小村庄 教小朋友读书 然后之后呢 我想要去吴歌窟去旅游 那我可能会去个三天 那才回来 大概去做志工的时间 差不多是十天 所以我可能去大概那边 可能会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好 那这时候 我可以找到 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或是我需不需要去看医师 要不要去做旅游医学的 行前的智商 大家手上有人有电脑 好 我们给大家一点 五分钟好不好 我来找给大家看 大家我们会找的方式 第一个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柬埔寨在哪里 他其实是在这个越南 辽国跟这个泰国的中间 他是 他是他们的邻居 我其实真的门诊遇过 他要去柬埔寨做志工 然后跟我说 其实他连柬埔寨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要去哪个地柬埔寨的哪里做志工 也不知道 所以呢 其实这时候就是可能就要请他呢 把你去参加的那个团啊 他有没有给你一些email 或者是网站上的资料 去把它找出来 看他们的行程可能怎么走 那柬埔寨的首都在金边这边 稍微把它大一点 你刚刚说他会去讲去什么 有一个很大的湖 就是这个洞里萨湖 那乌哥库是在靠近这个洞里萨湖的东北边这边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就会看说 这个区域有没有瘧疾的一个风险 那他的风险要怎么去查呢 大概有几个方向啦 比较detail的话是可以看这个 美国CDC的网页 那他就会有跟你讲说 你可能要考虑给他所谓的 瘧疾的一个预防性的用药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在Cambodia 其实他的资讯是比较复杂的 一般来讲就是他如果只是 美国会认为说其实去这个国家 包括去洞里萨湖附近 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叫CNRIP 那这个地方他觉得风险也是有 但是如果你只是去金边他的首都的话呢 其实你不需要使用瘧疾的预防用药 还有就是你去所谓的Anchor Ward 就是五哥窟 那去这里呢 大概也不需要使用瘧疾的预防用药 但是其他的区域你就要考虑 好那如果说要给瘧疾的预防用药 可以用什么药呢 在这个柬埔寨这边 其实我们要担心瘧疾的抗药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本来不是有四种 可以考虑的瘧疾用药 在这边呢里头的Cloroquine跟Mafroquine 都要担心有抗药 所以大概只能选择Docicycline 或是Marrone 这样的药物来选择 那在当地 其实他 美国的这个网页是写得还蛮细的啦 就是当地的瘧疾可能是以二性原为主 所以他其实是会建议说 你要去比如说下面这些区域 你可能就要考虑使用瘧疾的预防用药 所以这是一个在 就是我们真的在门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我刚刚有讲 虐疾虽然就是我们看一个地图 可能会告诉你说 这个国家有瘧疾 可是这个国家里头 你去不同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风险 所以你看去Capital City 去很常去的五哥窟其实不用 但是你去其他的区域的话 你要考虑 而且这里是有一些抗药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药物 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会在旅游门诊里头 这就是比较进阶的 那大家可能不用这么担心 这个如果你来我们的门诊 我们就会帮你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查询 那这是我们蛮常用的一个 美国CCC的网页 那英国也有类似这样 那英国这个网页 它是比较可爱啦 就是比较可爱的这个图 所以它会画出一个这样 红色区域是高风险的区域 所以这是英国的一个recommendation 再来叫做fit for travel 这是NHS给大家的一个 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网页 两个网页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不过一直有在update的 还是美国的这个 美国CDC的这个网页 就是大家如果去找traveller's health 去找那个destination 我刚刚是从 等一下 因为我已经把它找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从 你可以从这是一般民众版 那这个是医疗专业的人 那你都可以去选说 你要去哪一个国家 你可以去选 比如说我们刚刚找的是Cambordia 那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你带了孩子去 或是你有一些慢性病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那你在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 针对这样一个族群 他也会有一些建议 所以大致上来讲 我们都可以用 从网路上其实就可以 寻找一些这个 我们要去旅游 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 那不晓得大家觉得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勾实入看看 那当然机关署也会有 你就是从这个国际疫情 或是国际旅游与健康点进去 等一下网页跑得很 对这个是我们好像 这两年比较新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去那个国家 可以把那个 你去那个国家注意的 所谓的旅游处方签 把它印出来 你点进去之后 比如说我一样是去这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先选别的地方好了 他好像不太懂 我先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非洲的国家 好了 我们有些人会去布吉纳法所 那你就可以 这个列印国际旅游处方签 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跑出一个PDF的檔案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列印出来 好像有点慢 好 你就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就是你可以 方便你带出去 这样子 所以这边也写了很多 相关的一些建议的内容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大家 如果你今天要出去旅游 特别是你真的很喜欢去自助旅游的话 那你想要找一些资讯 那这些都是大家 可以使用的一个网路上的资源 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大家不是专业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一定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可能需要来找医师 你去玩的时候 可以不要带回来旅游的传染病当经验品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课了 谢谢 谢谢